我们说传道书非常的有意思 里面充满了传道者 他对于这个世界负面的观察 甚至有看破红尘一般的厌世的态度 但同时呢 传道书又多次鼓励我们去享受神的创造 该吃就吃该喝就喝 所以好多看似充满矛盾的话语 参加的在一起 每一次我们都要对丁姐妹做一个这样的特别提醒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思维 思想灵性的一个很真实的描绘吧 也就是说我们人对于世界的观察 其实你并不是一切二处的 我们人看了这个世界 然后你记忆中对于事物的观察 本身就是模糊的 是抓重点的 是一种包括你自己个人领受的模糊的这种状态 才是我们实际对世界的观察所能得到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像传道书这样的非常有机的参加 甚至模糊式的教导 可能正是我们求快求值求简单求明白的现代人需要的 这样的一种比较写意 比较印象派的作品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许会更有营养 也包括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他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表现 我们上一次也是学了第五章的内容 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 那里告诉我们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 要记住听神的话 胜过愚昧人献祭 然后呢 话锋一转呢 就告诉我们不要冒失开口 不要轻易许愿 许的愿一定要还等等 现在呢 我们看第八节 你若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 并驮去公平公义的事 不要因此诧异 因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见察 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等等 这些呢 跟我们上次学的 你许愿一定要还 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就是传道者 他这样一个智者 充满智慧的人 对于世界的一个观察 他观察到的是堕落世界 从来都没有改变的一个现实 就是你见到穷人受欺压 你若在一省之中 这个省是强调你自己居住的那个区域 其实是个亚兰语的词 你自己居住的区域 你看到穷人受欺压 你千万不要诧异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古今中外 穷人受欺压的事情 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看当初在伊甸园的时候 神与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呢 也有美好的关系 那个时候只有两个人 一个男人 一个女人 亚当看到夏娃第一眼的时候 做出了人类世界上的第一首诗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他这句描绘呢 让我们印象非常的深刻 充分的表达了 他跟夏娃之间有何等亲密的关系 以及他是多么的喜悦喜爱 神为他预备的配偶 我们看到人犯罪之后 这世界一下子就变化了 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和谐 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 也立刻发生变化 当神审判亚当的时候 他把责任完全推脱到夏娃的身上 接着到创世纪第四章 我们就看到兄弟二人 一个是种地的 一个是打猎的 神喜悦其中一个的供物 在这种情况下 做哥哥的 仅仅是因为嫉妒 就凭自己的蛮力 也凭着自己的狡诈 杀害了弟弟 从那个时候开始 直到今天 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 有的人欺负你 是因为你力量比他弱 有的人欺负你呢 是因为他比你聪明 所以有那么多的骗子 有那么多的抢劫 在这个世界就一直都在发生 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 如果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的体力不够多 我们的知识不够多等等 只要我们有弱点 被对方发现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会受到欺压 学校里的种种的霸凌 甚至呢 很简单的 我记得原来在国内 经常会发生的 你去外地旅游的时候 因为你比较不熟悉 当地的情况 你不了解当地的文化 你说不了当地的话语 你就会容易上当受骗 我们来到日本 也同样因为 对于日本的文化习惯不了解 可能我们当初读书 甚至在公司 也都可能受过霸凌的情况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看出于神的美意 他在这个世界里 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国家 各种各样的政权 这些政权 无论他们相信不相信神 其实都符合保罗 在罗马书十三章当中的教导 第一节开始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保罗特别强调地上的 所有的政权都是出于神的 另外呢 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的第四节那里说 因为他 这里的他是指的 在地上的那些政权 那些掌权者 因为他是神的用人 是与你有益的 你若作恶却当惧怕 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 他是神的用人 是深渊的 刑罚那作恶的 这里呢 其实他给出了地上所有的政权 都该有的一个样式 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地上所有的政权 在某种意义上 都可以说是神的用人 哪怕这个政权 你看着他特别的反神 但是尼布贾尼撒 也是神的用人 所有的这些政权 在某种程度上 都是神的用人 都是神所设立的 而神设立政权的目的 是所谓深渊的刑罚 那作恶的 我们也观察到 在这个世界各个国家的政权 即便这个政权再贪赃亡法 他也多多少少要起到一些 维持社会秩序的这样的作用 这是世界上所有政权 都应该有的作用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 在犯罪之后的世界 这些本来应该在地上伸张公义 刑罚作恶的这些政权 这些官员 经常会贪赃亡法 经常会官官相护 反道起了反作用 也是我们经常观察到的一个事实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权 可以说真正完全的起到了 他们本来该起到的作用 即便在日本这相对比较清廉的国家 我们也知道 有一个词叫高级市民 这就是传道者 在几千年前对这个世界的观察 他那个时候就提醒我们 如果你在你当地看见穷人受欺压 被夺去了公义公平的事 千万不要诧异 过去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 现在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 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为止 这个世界估计一直都会是这个样子 大家千万不要诧异 然后有一个需要跟大家提醒的 是第八节的后半句 也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检查 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这个后半句呢 其实是带有奇异的 我们汉语翻译呢 好像就是说受压迫 被欺压 总会有人检查的 欺压我们的是居高位的 但是那个居高位之上的还有一个居更高位的 那个人会检查 所以说呢 如果只看汉语这么翻译的话 好像这个世界最终还是光明的 但是呢 也可能是作者在这里故意的模糊的 带着双关的含义在这里 给的我们一个描绘 因为这里检查这个词 完全可以翻译成看顾保护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翻译成保护的话 大家看什么感觉 已有一位高过居高位的保护 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 这个词如果翻译成检查的话 会让我们知道总有青天的 我们县里的官不好 我们可以去市里 市里的官不好 我们可以去省里 省里的官不好 我们可以去中央 总会找到一个青天大老爷 如果翻译检查呢 会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 但是如果把它翻译成保护呢 就是说你上面的那位官员 还有一位比他更上的人在保护他 这难道不对吗 能做你们县长的人 他在上面一级 甚至上面两级 肯定是有保护者的 你能做县级的官员 说明你至少省有人 每一层的官员 他肯定会有更高一层的 所谓的保护者 在上面有人 如果把这个检查换成保护的话 马上就是一种官官相护的含义 也就是说就这样一个词 它是有奇异 如果我们从左边去理解 就变成上面总有一个青天 如果我们从右边理解 就会变成官官相护 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公义和公平 我自己在想 这个作者传道者 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有奇异的表现呢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模糊 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界 甚至大清朝那种封建皇帝的 那个时候的世界 是不是有一些人的冤情 他一级一级的这种上告 结果他最后真就告赢了 青梦那个洋乃舞与小白菜 这个事儿 大家可能听说过 那个就一直告告告告到 慈离太后那里了吧 他们就告赢了 冤情就被清洗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同样的古今中外 也有太多的冤情 你一直告到死 你这个冤情也没有得到清刷 传道者在这里 我想他可能是故意的 用这种模糊性的词汇 也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模糊 这个世界的空虚混沌 能够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吧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 你受其压被夺去公平公义 有可能真的就在这个世界 得到了清算 但是更有可能呢 你面临的是一种 观观相互的现实 永远得不到清算 但是呢 他这里又有一个隐含的含义 总有一个更高的 可能会指向 那最终的审判 第九节 况且地的益处归众人 就是君王也受填地的供应 大多数圣经的翻译本 都会把第八节和第九节算作一段 也表明了这两节之间 是有他们的联系的 也就是说这里穷人或受欺压 就表明了这个世界 这一直会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 其实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 有过教导 现在的人管的教导马太效应 他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现实 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属灵的人 还是对属世的人 都是适用的 在属灵上的事情 你是越有越有 越发挥你的恩赐 去服侍主 服侍主的教会 主就会多多的加给你恩赐 属世上也好像有类似的情况 也就是说越有钱的人 就越有钱 越穷的人就越穷 20%的人占有80%的财产 现在好像都不止了 这种两极分化 是从古到今 一直都存在的一种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有所谓的一个周期律 也就是说中国的王朝呢 大约就两百三百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两百三百年之后 原来很强盛的一个王朝 你是唐朝 宋朝 明朝 清朝的 当初很强盛的朝代 过两三百年 你就要分崩离析 中国这些朝代有周期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乱世的时候 人口减少 其实土地就变得平均了 新的朝代起来之后 很快就会出现土地的兼并 土地就越来越多的集中在一些地主的手中 另外大多数的穷人会越来越贫穷 直到连饭都没有得吃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造反 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 在古代的那种农业社会 一旦发生这样的土地兼并 让大量的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的话 就必然的会发生非常非常大的动荡 我想我们的神是知道这种情况的 他在律法上其实就规定了 以色列人你进入迦南之后 要记住这迦南的土地不是你们的 这迦南的土地都是属神的 立位记二十五章二十三节 神就在律法中规定 地不可永迈 因为地是我的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 在你们所得为业的权地 也要准人将地赎回 神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 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 就命令他们这个土地不是你们的 这个土地都是我的 然后进入迦南之后 你们是按照人口分田地 但是以后必然会发生贫富分化 穷人就会把自己的土地卖掉 就变成无地的农民 神为了避免那种情况发生的 就命令以色列人地不可永迈 这个人一时贫穷或没有粮食 他只可以把这个土地的 比如说是七年的使用权卖出去 过了七年到了洗年了 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土地赎回 这样就保障了 在以色列不会出现 像任何其他国家都会发生的 这种土地兼并的事件 这可能就是针对这里第九章的教导 这地的益处是要归给众人的 因为这个地是属神的 而神在这个世界设立君王 特别是在以色列设立君王 这个君王呢 他就有责任来保护神的这个律法 在以色列的施行 君王就是政权都是配件的 你要用神赐给你这个配件 来保护这种土地兼并 不会发生 但是我们看 以色列的国王做到这种事情了吗 圣经中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其实是亚哈王 亚哈王他不单不去保守穷人的土地 他甚至听信耶喜别的诡计 等于是陷害人的方法 来夺取他临舍的葡萄园 他自己不单不保障土地的益处归众人 甚至呢 他自己成了一个强盗 去抢夺穷弱人的土地 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我们说属神的国家 他们也会发生的事情 而天下其他的国家 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有少 这里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 很残酷的现实 我们看到其实多少政权 还是起到了一些保护公平和公义的事情 但是很多甚至更多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政权本身 甚至君王呢 他们自己去欺压 自己去夺去人的公义和公平 这种复杂的混乱的世界的现实呢 就被传道者在八九节用很短的文字表现了出来 面对这个 我们怎么办呢 他要告诉我们不要因此诧异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黑暗 不要因此诧异 过去有这样的事情 今后呢 也有这样的事情 这也是传道书的一个主题 就是让我们不可以把盼望放在这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就是第八节和第九节 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讲第八节到第九节 因为后面的经文虽然很长 但是内容相对的就比较单纯 第八节第九节这里 我们看到穷人受欺压 被夺去公义公平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人的贪心 接下来是他对于我们的一个教导 也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感叹 你要那么多钱干嘛 他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知足 他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知足 这也是虚空 弟兄姐妹 你喜欢不喜欢钱 说实话 我也很喜欢钱的 喜欢钱是可以的 因为钱本身代表了一种物质性的祝福 我们也多次提醒弟兄姐妹 圣经的教导从来没有让我们过一种 厌世的禁欲的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的美善 但是问题是贪爱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金钱物质的 没办法满足的无限的这种贪爱 我们人追求的是一种物质和财富的增加 增加是要增加到比别人更多 我们追求是这个 不是追求这个东西本身 比如说你去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给你开一个月30万日元 你一个人过去 那30万日元够了 不错了 你挺开心的 然后呢 突然有一天你发现 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小姑娘 可能比你晚入社一年两年 你发现他工资比你一边多 或者更惨的你发现他的工资比你一个月还多5000多一万 你原本的好心情一下子就没了 这里减了你一分钱吗 没有减 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穷苦了吗 一点都没有 你一旦发现别人比你多 哪怕一点点 你的心里马上就会失去平衡 你对于你的工资 你工作的满意完全都消散了 你追求的其实不是金钱物质的本身 你追求的是要出人头地 你追求的是不断的增长 贪欲贪恋是最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说在这种物质上的东西 永远都会有别人比你更多 永远都有别人比你更富 所以说你如果把心思放在 集中在这种对于银子对于物质的贪恋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不可能满足 你有多少钱你也不会满足 总有人会比你更富 尽管你挣了很多的钱 你可能心里还满是苦毒 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接下来十一节他说 货物天真 吃的人也天真 物主得什么益处呢 不过眼看而已 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你原来当学生的时候 你打工一个月挣了七万八万的 你觉得也够 你一上班一个月拿个二十几万的话 你没觉得自己变富裕了 虽然你的工资多了 但是你发现你的开销立刻就变大了 你涨到三十万了 你的开销又变大了 你涨到四十万涨到五十万 一直到退休你会发现 不管你的收入怎么增长 总是在你收入增长的同时 你的开销可能会涨得更快 甚至大家都很羡慕你觉得你工资好高 然后呢 你自己天天在愁你这个代款还不上 你那个代款还不上 你那个富裕感一直都没有 这个也是古今中外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改变的现实 我们以前一直以为做皇帝的不筹钱了是不是 你做皇太后的不筹钱了是不是 大家看看清工剧 你看看历史小说 那些皇帝最筹钱呢 道光皇帝穿的黄袍都是要打补丁的 当了皇帝你要当一国的家 今天英国打过来 明天法国打过来 今天八旗要发粮 明天绿营要发响 你从哪里抽钱呢 也就是说 不管你有多大的收入 拿到你富可敌国 你会发现你的开销总比你的收入更多 你是世界超级大国 你是美国了 你会发现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比哪个国家都多 这个国家欠的债比哪个国家都多 越富的人可能欠债越多 这就是物质和财富的虚空 所谓的有水的银子 你好像有很多的银子 很多的金钱 左手拿过来右手花出去 那叫什么过路财神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而且呢 劳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睡的香甜 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 那些做体力劳动的人一个个倒头就睡 脑袋一挨着枕头就酣声如雷 而那些富可敌国的人 没有几个晚上可以睡好觉的 你连晚上睡觉都睡不香的话 你有多少钱 你的生活都是痛苦的 他接下来就继续的讲这个财物 金钱的没有意义 十三节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桩大祸患 就是财主集成资财 反害自己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吧 太多的人他的钱财没给他带来祝福 因为不小心漏腹而被人害的太多了吧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印象年龄大一点 我就觉得中国的九十年代是自然是超差的 都听说过车匪路霸 那个时候最猖獎 我们那时候坐火车都有一个常识 就是绝不能漏腹 一火车的人都是破包往里放 然后您老人家用一个大路一围灯的皮箱 那不是极存之财反害自己吗 也就是说经常你的财富 你的金钱不但没有让我们降到福 反给自己遭害 偷东西抢东西的人都会看这个家 看样子有点钱了 我才会去撬这家的门锁 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太医放在这上面 很可能我们到最后 不但没有享受到这些资财 这些金钱反害自己 因遭遇祸患 这些资财就消灭 有的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资财消灭 甚至我们的人生都有危险 那人若生了儿子 手里也一无所有 你说我有儿子可以继承呢 哪有那么多的保障啊 我刚来日本的时候 一个大新闻 就是东京诗田谷区一家四口被灭门的事件 已经20年了 这个案子还没有破 就是小道消息传 有可能是因为钱财惹来的灾祸 前一段有个老爷子 挺有钱的 娶个20来岁的老婆吧 后来也被害死了 是不是 也就是说经常这些资财带来的祸患 不单单是他资财本身被消灭 甚至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极大的虚空 更何况还有一个所有人都逃不掉的结局 就是因罪而带来的死亡 死亡给我们所有人 在地上的属血肉的人 画了一个共同的结局 中国有句话叫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人生的起跑线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起跑线跟古爱玲的起跑线差的太多 起跑线大家都不一样 人家起点就比你高 但是一个奇妙的事情 所有人的终点都是一样 一个字死 死亡面前所有人 不管你是大英帝国还是大清帝国的皇帝 还是你是一个乞丐 终点都是一样的死亡 谁也逃不过 不管你原来多美的美女 你多丑的一个人 都是死亡 死亡的肉体立刻就会腐烂 你过去的所有美貌 所有的资财归零 你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 也必照样赤身而去 她所劳碌得来的 手中分毫不能带去 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残酷 所有的结局是一样的 不管你之前有多风光 你的结局都是死亡 如果没有拯救 这是一个多么绝望的世界 她来的情形怎样 她去的情形也怎样 这也是一种大祸患 她未封牢碌 有什么益处呢 最终是一场空 最终的最终十七节 并且她终身在黑暗中吃喝 多有烦恼又有病患 偶气 最终所有人的结局都是这样 在黑暗中吃喝 这就是传道书 他把这个世界的残酷 绝望给我们描绘出来 但是传道书又从来没有让我们厌世 逃离这个世界 而是向圣经一贯的教导 他鼓励我们积极的活在这个世界 甚至享受神创造的一切的美善 但另外又告诉我们 所有的受造物都不可能代替 那独一的存到永恒的真神 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 而且是存到永远的盼望 我们就一起祷告 千万大阿爸天父 主宝贵的圣灵 赐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 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何等的空虚绝望 这个世界充满了欺压 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 主啊 这个世界所有的欲望 眼目的情欲 肉体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最终都是一场空 无论在这个世界有多么的风光 所有人都逃避不了 那死亡和腐朽黑暗的最终命运和结局 主啊 如果没有你的救恩 没有你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没有你在末日降临 让一切公义得到彰显 去除一切的痛苦 疾病和眼泪 没有这样的盼望 那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 还有什么意义 主啊 感谢你 你才是真正的盼望 感谢你 减显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你现在也拆派我们去进入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的黑暗当中 为你做光明的见证 主带领我们的脚步 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的样式 让人看到我们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的名 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 就可以归荣耀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以上的祈求祷告 是奉救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感谢你